能不能加上一年一度的支持吟唱比赛热闹的登场了 参赛的班级无不使出浑身的解数 除了换上古装外营照气氛 还搬出了各种海报以及道具 希望能够赢得高分 学生们期盼这场比赛能够让孩子们展现所长 而同时也借此在母亲节的前夕 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和敬意 游子吟是唐朝诗人梦娇 借着游子感恩的心情来表达母爱的伟大 在母亲节前夕 一字一句从学生口中吟唱而出令人动容 这是能人加上一年一度所举办的诗词吟唱比赛 每年五月份借由这场比赛 让孩子们有机会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致上最高的敬意 妈妈自己个人养我 我觉得她很辛苦 所以想今天说母亲节快乐 谢谢你妈妈 我很感谢妈妈 就是她很辛苦的在照顾我们 就是不论我们有什么需求 她都会就是把所有都给我们 对然后也很支持我读美容课 虽然一年节同学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不过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每个参赛班级都艰辛打扮 除了穿上古代的服装 营造复古氛围 另外还安排戏剧演出或是乐器表演 甚至还有各种道具上阵 融合过去与现代 让诗词不再枯燥乏味 而变得生动有趣 男人家商校长林家生表示 透过诗词吟唱比赛 除了让学生能够用更轻松的方式 学习诗词 同时也透过练习过程 让孩子们学会互相帮助 激里士气 一年级的学生刚进到这个学校来 那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可以让他们情感相互的结合 尤其跟导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默契 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有很大很大的贡献 舞台上同学们将几个月来 努力练习的成果精彩展现 赢得台下师长同学贵宾的热情掌声 这短短几分钟的演出 大家的确付出了很多时间及心血 同学们表示虽然过程很辛苦 但获得肯定让他们很有成就感 因为我们每天放学 唱到晚上六点才能回家 有时候再晚一点就六点半才能回家 然后就都唱到每天都要吃猴糖这样子 真的就很累 但还是撑过来了 也很感谢学校给我们这个机会表现自己 我觉得很值得 因为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对 就是如果我们呈现出来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棒的表现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努力就是都很值得 男嘉商也期待借由这场比赛 能为学生创造一个表演的舞台依然所长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能够体会父母的辛劳 培养感恩的心 记者是明镇专门期新店 采访报导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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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